到了1952年埃及有很大的革命 就独立的变为阿拉伯埃及不合谷 所以呢 对不起 你问我现在 埃及人到底是哪一个彼此的后代 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知道吗 到底是我埃及人还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还是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人还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好像这种民主混合在一起变 对 就是说现在那么懒的埃及人 那么不想做事的 埃及人 我们还是在开罗 开罗的位置是在尼洛河的东岸 我们正在尼洛河的东岸 开罗是埃及的小族 人口大概有1700万人 开罗有一些奇迹 就是晚上跟白天 晚上的开罗 白天的开罗 晚上不一样 感觉晚上不一样 今天没有讲远 我们很快就到了尼洛河的主流 在这里你们会看到特众岸的交通工具 特众岸的交通工具 这是尼洛河的主流在我们右手边 三点钟的方向 这就是尼洛河的主流 全埃及最漂亮尼洛河的主流 最漂亮的风景 不是在开罗 不是在尼洛河的上游 是最南部的阿索河 离这里往南走大概980公里 980公里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坐飞机 飞到洪海去 洪海那边住一个晚上 明天我们就拉车到洛克索去 在洛克索我们就要坐邮轮 从洛克索坐邮轮到阿索河 总点站 我们邮轮的总点站 就是阿索河 在那边推访 我们就坐火车轨开罗 所以正好有机会 看到一个在阿索河的尼洛河的主流 最漂亮最浪漫的风景 是在那边 现在呢 我们有准备过尼洛河的主流 跑到击沙 所以尼洛河的东岸就是开罗 尼洛河的西岸 那就是击沙 击沙 击出的击拉萨达萨 击沙 尼洛河在国内在埃及 从他发源地 从上游南部的阿索河的上游 一直到北部的地中海的下游 有1600公里 1600公里 在国内在埃及的土地内 1600公里 那尼洛河会路过八个非洲国家 八个的非洲国家 从非洲不同国家的发源地 一直到埃及北部的地中海游 下总共有6700公里 6700公里 好 已经到了击沙 因为感觉击沙不如开路 这些房子都似乎还没建立完 而且你会感觉不够干净 这就是击沙的郊区 击沙的郊区 一件事可以去 我会感觉击沙的郊区 再去沙的郊区